蘿蔔酥餅 蘿蔔酥餅 蘿蔔酥餅此菜點為廣東風味菜點 製作這道菜需要用的有胡蘿蔔絲 白蘿蔔絲 豬油 汁澱粉 還有白糖 麵粉 青鹽 雞粉 我們開始做這道菜點 將麵粉倒入容器中 放入熟豬油 加入清水 調勻 揉勻 Je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面团放在砧板上 揉搓滋润 然后把它放至旁边略醒一会儿 成为水油面团 容器中加入少许的面粉 放入熟猪油 揉搓均匀 制成油酥面团 将饧好的水油面团搓条 切成剂 油酥面团也搓条 切成剂 将制好的水油面团剂按平后 包入切好的油酥面团剂 捏紧封口 然后用擀面杖 擀成长片 两头对叠 对叠后 再用刀切至成剂 将切好的面剂 撒上干面粉 逐个擀成长片状 用刀切去两头 成为长帮片状 用刀切成长片状 洗净几条红 剂 Zero 优优独Bro 将切好焯水后的胡萝卜丝和白萝卜丝 加入水淀粉、盐、味精和鸡粉搅拌均匀 放入擀好的面皮中 搓捏成皱褶 封好几口 然后切去多余的面皮 按时几口 整好形状 成为批料 炒锅上火 放入油 将制好的批料放入小漏勺中 下入油锅中浸炸 萝卜丝 煮饼浸炸至外酥黄内成熟时捞出 码入盘中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线芯包入后要封紧几口 以免线芯露出 另外炸制时油温不可以过高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金黄酥香适口 炸 knight 炸� coupled 炸燬 炸색 稿 炸 уви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